一位年月80岁住在台南市的林姓老翁 年事已高患有失意症状 3月29号上午从台南家中徒步出门之后 就失去了踪影 家人很焦急向警方报案 没想到29号的晚间被路人发现 他在花莲的街头徘徊 辖区北昌派出所接获之后 发现老翁是邪寻人口 赶快联系他的家人把他带回去 警方表示北昌派出所远警林正军 谢梦辰29号晚间10点多 执行巡逻勤务时 获报前往吉安乡自强路与慈惠四街口 又一位老先生独自坐在路旁已久 被好心的路过民众发现报警处理 远警当时看到老先生后 立即上前关心询问 家住哪儿有亲人吗 但老先生答备所问同时也无法说出身份 他没听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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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的 你听到的 他没听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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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所获报在慈惠市街口 有一位走私老人需要协助 经过远警前往发现 该名年约80岁的林姓老翁家住台南市因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失意症状 在3月29日上 在3月29日上午老翁自台南家中徒步出门后便失去了中营 家人 后来老先生随身随身随身带着相关证件及现金 通过了警用电脑查询得知竟然是台南地区的协巡人口 经过警方通知后老先生的家人相当兴奋 研判他是独自乘坐火车前往花莲 幸好被路人发现 最后家人马上启程赶到了北昌派出所 将老先生接回团聚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 我们下车 记者 我们下车 有了 你